卫生署国民健康局至2002年起 推动每日一万部健康有保护 至今已满十年 今天举办成果饗宴 现场观看云集 并一展出了十年的成果 建筹推广大使飞越林洋记证 显得非常开心 我们下个十年 我们要走得更文件 走得更开心 那走得干什么 更大 带领集团员工日行万部的 王平董事长戴善逸智潮 乘胖得像是一团球 1997年开始决定运动减肥 而走路是最能辞之以恒的运动 至今已养成每天走 一万三千多步的习惯 不管任何的天气都能够做的 然后不要花钱的 然后不要场地的都可以做的 那么我就后来就选择了 每日走一万步 卫生署国民健康局局长邱淑提 也到场相挺 他期许大家加入健走行列 让自己更健康 刚刚开始你觉得 很没有信心的话 你最起码一个礼拜一万步 这一定要给他做到 所以从一周一万步 然后卖下一天一万步 那我们大家每个人 都可以一年一受 台湾情报记者李黄轩 郭更如采访报道